那風格大家也蠻擔心你的心情的 就是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不會啊就請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上次有 差不多了啦發洩完了 我主要想要跟我的粉絲說 就謝謝他們一路支持 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很多任務在生 就是眼前的工作要去完成 所以我的個人心情其實上次已經說過了 都沒事了 對 是是是 對自己心裡最近信息很好 沒有我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人還蠻可以聽大家的意見 如果真的我哪裡做不好的話 我是很願意去趕進的 那我也不否認我自己在主持這件事 我非常的菜這樣子 那我也很努力的在學習這樣 那可能就是還不夠好 所以我會就是再更努力這樣子 就是看到那個電視上的人出現在旁邊啊 以前電視上的人出現在 哇他在唱我們的歌 然後我們唱他們的歌給他們聽這樣子 對這感覺好難形容喔 但就是真的很榮幸啊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就是他女兒很喜歡我們 可是我們很喜歡他的爸爸 我覺得這個結緣超酷的 然後就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 跟他們互動 因為他們 他們雖然是前輩 但是完全沒有 沒有價值 對阿就可以跟他們這樣子唱 我覺得很好玩 唱的時候手腳在抖嗎 呃 是不至於啦 沒有在抖 但是會緊張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們很厲害 就是我們也希望可以做到最好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們五個人 我們兩個五個人都一樣 就是我們會 不會客氣 就是我們發覺 哪裡有地方有缺點 我們不會說你很棒啊 什麼什麼 可是我們會把所有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會 想要讓我們彼此更好 所以我們會很 就很直接的把這些事情 講出來這樣子 對 那最後有沒有要預告 高雄巨蛋的 對 高雄巨蛋 可以講什麼時候開票還是要開票 還是 先不用 那你籌備到什麼進度 現在 籌備到什麼進度 呃 剛開始啊 哈哈 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 沒有 我現在腦中了4% 就是明天才開始 因為我們今天就先 沒有啦不要這樣 我們前面還是有 有啦有有 其實我們有拍了這些東西 然後其實 但是不能透露太多 所以其實 但是就其實已經 最近 我們在 在城市嗎 沒有啦 沒有我們真的有拍啦 我們真的有在籌備 但是我們又不能爆雷 但是我們確實有 一直在籌備這件事情 而且其實我們拍 all day的時候 我們就許下這個願望 然後現在公司 他們一直在喬黨期 然後其實我們得知這個消息 就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可以 才可以今天有這個 對 不管是我們新的五千金的logo啊 或者一些視覺啊 我們都一直在討論 對啊 嗯 所以高雄可以大跳一波 嗯 這個 大家來就會知道 對啊 就是先 先賣個關卡 先不敢講 對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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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